休士顿警察局局长人选出炉 非议将挑大梁 请看记者妮抠的报道 在休士顿警察局局长阿瑟维多宣布辞职 即将前往迈阿密任职后 休士顿市长特纳宣布 休士顿警察局长非议副局长芬娜 即将成为休士顿的下一位警察局长 特纳在公告中说 芬娜出生在休士顿的第五区 在休士顿长大 毕业于麦迪逊高中 对当地有深厚的了解 芬娜拥有Sam Houston州立大学的 刑事司法理学学士学位 以及休士顿大学Clear Lake校区的 刑事司法硕士学位 即将卸任的警察局长阿瑟维多 对新领导寄予厚望 哈里斯地方检察官金奥格 在宣布该消息后不久 也对此表示赞赏 对于此次任命不少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要改变休士顿居高不下的凶杀案数量 不仅需要强而有力的警察局长 恐怕还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 对于此次任命不少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心力